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东西 琪琪要把没有东西送给小欧 但是在这个充满东西的世界 要上哪去找没有东西呢 琪琪常听法兰克抱怨电视上 没有东西好看 但根据琪琪的判断 电视上总有什么东西好看 琪琪常听杜希对她的朋友说 没有东西好玩 但就琪琪看来 每个人总能找到什么东西来玩 米莉从商店回来后说 没有东西可以买啊 于是琪琪就去逛街了 琪琪上上下下看了每个走道 看到很多很多非常多的东西 最新的这个 最新的那个 但就是买不到没有东西 琪琪只好回家 坐在垫子上 静静的坐着 不再寻觅的时候 她找到了 没有东西 琪琪拿了一个盒子 把没有东西放进盒子里面 接着又想 嗯 小欧好像应该得到更多 所以她拿了一个更大的盒子 这样才够多没有东西 给我的吗 小欧说 琪琪你实在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 琪琪心想 是谁告诉她了 小欧打开礼物 里面没有东西啊 小欧说 对啊 琪琪说 没有东西 只有我和你 于是琪琪和小欧 就静静待在那里 享受着 没有东西 和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东西 念完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故事 希望在 现在的非常时期 可以带给你们 一点点 温暖 温馨 还有快乐的心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